大约8名反贪会官员今天上午10点多突然来到联土局投资机构位于吉隆坡的总部展开搜查行动 虽然大批媒体早就在现场守候 但官员进入大楼后 媒体不获准继续跟拍 根据了解 反贪会官员随后带走了部分文件 相信是要调查联土局购买伦敦四星级酒店的案件 其实反贪会早在上个星期五就已经发表文告 宣称掌握了新资料 怀疑联土局投资机构在2013到2015年期间分别以超过5亿和3亿令吉的价格 购买英国伦敦的公寓和一家四星级酒店 当中可能涉及贪污舞弊 因为当时这笔收购价明显远高出市价 导致联土局亏损数百万 尽管政府在2015年调查后认定这笔投资没有违法 但随着反贪会如今重新开档调查 这宗案件也再度引起外界关注 NTV7综合不到